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这一口气啊 全给叫出去了 怎么着 连您也觉得我比不上曾宝琴 还有什么 说吧 大奶奶 像姨奶奶那样的人 看到曾宝琴回来都方寸大乱 更何况其他人呢 我是怕府上这上上下下这么多人 到时候有样学样 坏了规矩 大奶奶 大奶奶 大奶奶不好了 巧儿 别一惊一乍的 有话好好说 大奶奶您快去看看吧 怎么了 山塘街那边来了个丫头 泪眼汪汪的 还没说这两句话呢 大爷就要出门 快走 大爷这是要出门吗 真是要干什么 努比给大奶奶请了 大爷的私放钱 都在那个匣子里吧 你把山塘街的开销给断了 我拿自个儿的私放钱补上 有什么问题吗 拿来 放手 这是大爷的 巧儿 赶出去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山塘街的人进入人家一步 走 我自己走 你别走 二爷的事还没解决 人家内有外患危机重重 大爷还有心思在这里连香西域 叔爷 去书房守着 我和大爷有事相伤 不许任何人进来 是 有完没完 有完没完 隋晴 我之前没有知会你一生 就把宝晴安置在山塘街 是我对不起你 我也想过了 以后山塘街的所有开销 走我的私账 总可以了吧 既然大爷不愿意看 那我就说给大爷听吧 山塘街不过就曾宝晴一人 外加两个丫头和几个粗屎婆子 一个月的吃穿用度 居然要二十两 此外 还有笔墨指宴 字画古琴等开支 少则几十两 多则上百两 姨娘守着冬院 熬油一样的熬了几十年 一个月的月钱 才不够二两银子 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这 怎么会这么多 这 虽说人家家大爷大 但大多事情商铺田地私造法 像他这么大手大脚地花着现银 万一哪天家里急需用钱 难道还要卖地卖铺子不成 大爷你信不信 只要人家传出一丝风声 说我们的现银有些不足了 那些个钱庄商铺讨债的 都能把你的门槛给踏破了 想当年 曾家是何等的风光 三任苏州之府 金山银还也不为过 可如今呢 就只剩下曾宝清一个弱女子 可她真的就是个弱女子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只是想要提醒你 你口口声声说 你们是一生一世一双人 生死相依情是一种 可是你想过没有 曾宝清下过大牢 她混迹航院整整五年 他们家的人都死绝了 就她一人活了下来 这样的曾宝清 还是以前的曾宝清吗 到如今她跟着你 她真的只是看中 你原来的情意吗 大爷 万一我人家大难临头 他真的会跟你同生共死吗 他当然能 曾宝清下过大牢 她混迹航院整整五年 他们家的人都死绝了 就她一人活了下来 这样的曾宝清 还是以前的曾宝清啊 万一我人家大难临头 他真的会跟你同生共死吗 短短短矢矢矢矢矢在浮现 好想回到从前 醉了我倒在水边 相见是多么依恋 潺潺又绵绵 鸳鸯蝴蝶看冒险 多美的人间 我与尘尘尘 我与尘封飞上交冲天 不经理万万千千 若此心不变 死了云甘远 好 大爷 大爷来了 我又 如风勾结水妃 买走了原本 要做客鸡的生死 被官府抓了个正兆 勾结南阳水飞 是要抄家灭门的大案 人家完了 全都完了 怎么会这样 抱歉 我只有你了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都会在一起的 对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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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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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收拾好了 我们快走吧 姑娘我们快走吧 等天亮了 我们可就走不了了 我们是跑的 可是大爷怎么办 可二爷犯了那么大的 所以整个人家 都要跟着倒霉的 姑娘 大牢里那样 生不如死的日子 难允你还想 再过第二次啊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那里 这也妈咋 可以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他们怎么会在外面 我不知道 你我青梅竹马 生死相许 你说你什么都不求 就算粉身碎骨 也要陪着我伴着我 原来我在你心里 还不如这些黄白痴我 大爷 不是这样的 大爷不是这样的 大爷 你听说过霞床吗 你说我听着 那是一个大木柜子 人被锁在里面 脖子 四肢都被锁住 棺在里面每天不给饭吃 只给一点点水喝 里面黑漆漆的 什么都看不起 被棺在里面 根本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 从那时候起 我就发誓这一辈子 这一辈子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回去 我不能再回去过那样的日子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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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邪阳 我知道你失了很多 可是人家又难 你就这么不说一声离我而去 你让我怎么想 是不是以后 只要人家有个风吹草动 我有个三叉两端 你就会带上这些黄白之物 走得远远呢 不是的 你心里有我吗 有 大爷 大爷你就是我的命 若我只是自己一个人 什么样的日子我都能过 他说我不能让我们的孩子 跟着我受这样的罪 你有身孕了 我上个月月星没来 但阴气本就有些不准 所以我并没有在意 可是这个月他又没来 加之我喜酸 所以昨日我就让如意 去请了郎中过来搭卖 大夫说 我已经有了两个月的神秘 宝庆啊 你说你有了神秘我心 你说你在杭医院 在牢房受了很多苦 我也心 你对我的情命 此事之中我都心 可是你伤我心吗 我知道 有神秘的事 为什么早不说晚不说 便便心思再说 大爷 我本事经济 别说了 你说的月多 伤我上的月痕 大 阿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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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好好想想 我要好好想想 书彦 大爷 去把院门锁 照顾好姨奶奶 姨奶奶要离开院子半步 我拿你试问 是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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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抱紧的气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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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派书院看着了 其他的 等如风的事解决了再说吧 张彪那边 我也派人去看 好 明儿 我在薛塘之道府 我在薛塘之道府 今天李大人 我走了 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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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